七十八 香港商報 工聯會優車廠壟斷商業車維修 2015年7月22日香港新聞A19 香港商報信 記者王嘉莉報導 政府於2014年2月1日推出淘汰歐盟四期以前柴油商業車輛計劃 業界須於指定期限內換車 有業界人士擔心換車會租車行抬價 被迫以高昂價錢買車 亦有商用維修車業界紙有關計劃間接令車房生意大跌 加上政府沒有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支援配套 令消費者被迫接受壟斷市場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嘉彪 作伍聯同香港商用車維修業協會等業界代表 與競爭事務委員會代表進行會議 希望競委會能關注業界訴求 促競委會關注業界訴求鄧嘉彪表示 至去年2月實施換車計劃後 北小車主指車行抬高新車價錢 使車主需負擔較高的費用換車 計劃亦令一些商用車維修行業的生意大跌 香港商用車維修業協會指 政府沒有推出任何支援商用車維修行業的計劃 加上現時車行推出的歐盟5、6期的新車多受原廠車行保養 而原廠車行大多不會向業界公開維修技術 使車主在缺乏選擇下只能以按貴的價錢到原廠車行進行維修 令汽車維修形同壟斷 舊式商用車維修車房難以生存 業界期望車輛供應商能開放維修技術 使舊式商用車維修車房不會遭受淘汰 並讓車主作為消費者能有選擇 競委會代表於會議上表示 因競爭條例仍未實施 競委會現階段未能就維修技術欠缺開放一時立案 但建議協會可進行市場的資料搜集 並向原廠及代理商書面查詢 了解開放維修技術的可行性 亦可參照外國做法 了解外國維修行業如何解決維修技術開放問題